媒体工作者或者说作为一个普通人也好 就是特别想知道塔利班到底变了没变 就是很多人说当然现在塔利班他们做出了一些承诺 然后他会说这是2.0法 但是他当年就是96年到01年执政的这个时期 其实是有一些大家就是觉得很不好的事情发生的 比如说就是对妇女的这些不让他们去工作上学 还有比如说占了那个巴米扬大佛这些 你觉得这些东西会有改变吗 就是包括有一些 因为这个时间并不是发生的特别久远 可能你想你一个当时十几岁的人 现在也就只是一个中年的年纪 我是不太乐观 我对塔利班旅行他的这种承诺 看官长说我是不太看好 因为从各个方面来讲 都决定了他不会是特别的无和的 他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良 但是这种改良他内部的阻力比较大 外部的就是他生活这个社会 对他的这种改良的这种要求 我觉得呼声很大 但是同时大家的挑战也非常非常大 所以塔利班他现在是自己称自己建国了吗 就是像那个酋长国一样 像阿联酋是UAE 他现在是说要搞一个IAE是不是 然后还有一个自己的旗子这样 这里面要那个辟谣一下 也就是塔利班事实上他那天发表那个声明 就在8月19号发表那个声明 很容易让人采成误解 好像塔利班宣布他正式建国了 因为他那个声明上 实际上没有提他宣布正式建国 这是说他自称为自己为阿富汗伊斯坦全乱国 同时呢 由于公布了一个类似于国旗的这么一个旗帜 所以导致大家的怀疑他正式宣布建国 事实上不是 因为他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里面 甚至更早的时间里面 一直自称自己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或者说阿富汗伊斯兰爱尼尔国 他一直是这么叫自己的 爱尼尔对 就是爱尼尔 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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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y尔 因素